哈啰 大家好 Raiwan desu 好 诶 318萨尔人日人险讨论 在之前就有跟大家聊过 好几次嘛 那么在上两天的时候 就有跟大家提到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 超级现在觉醒啦 假设国际版可以在 318萨尔人日正式 开始之前 获得公告 或者就是更新啦 那么这个 初获得超级现在觉醒的人选啦 也就是那一个素数的 龙泉朝山悟空啦 可能会跟我们的 318萨尔人日的主题 有一点点的小关联 或者来说的话就是官方 在 所有提示出来之前 所给的一个小暗示 这样子的东西嘛 这个就之前有说到嘛 那么在昨天 3月12号的时候啦 国际版 就已经正式公告出来 Version 5.18.0的 update都已经确定了啦 也就是 这个超级现在觉醒的 这个 机能 国际版也将会在 318萨尔人日中获得 并且啦 那个更新时间也已经出来了 就是在 15号 星期五早上 8点到下午 5点之间 进行这个样子 那么 来到 Version 5.18.0啦 国际版 跟日版的版本更新上面 已经就完全同步了啦 那么 接下来 假设还有其他的系统更新啦 就是这个版本更新啦 想来 国际版 跟日版 都应该会是 一起同步获得啦 在 正式完全同步之前啦 可能 公告出来的时间点 会是讲说 像这一次这个样子 日版 三页出头的时候 就 公告这个 Version 某某某 将会update 然后 国际版可能隔个一个星期 才获得 这么样子 反正就 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啦 接下来的 那个瞬息的话 想来是这么个样子了啦 那么 按照之前的前提 假设来讲的话 就 有可能 会是成立了嘛 那一篇假设的情况下 之前就跟他聊到讲说 那么这个超极限 如果是有影响到的话 有关联性的话 是暗示的话 那么 这边想来 超三的可能性 就会非常大 可是要区分于年末的超三 那么 就是 天使的那个 超三悟空 那么 那天讲到的那个 方式就是 黑法的天使悟空 魔人普遍 变身成 那个天使超三悟空 那边就可以做到 这个是基础 基础形态 再来 就是 超级赛尔人 再来是 超越超级赛尔人的 超级赛尔人2 欸 然后就狂吼 啊 啊 然后变身 这个是 超级赛尔人3 哇 那个真的是 还蛮帅的嘛 那个画面 那应该还蛮 印象深刻 然后 另一个可能性 同样也是 天使超三悟空 就 Bukatsu no Fusion 这部剧场版里面的 那个悟空 他的变身也是很好看 然后 使用住了那个 你是戏 魔人普 之后 第二个将我逼到这个地步的人 哇 也是 就是 不管是哪里一个台词 都很棒 可是如果要说 Neta来讲的话 我觉得 魔人普 那边的那个台词 很适合这一次的 超级赛尔人 觉醒 这是最基础的 优奥 再来就是 即现在觉醒的 优奥 然后 接下来 是超越 即现在觉醒的 超级现在觉醒 然后 可能 三五年之后 或者六年 七年之后 这是 超级现在觉醒 三 超级现在觉醒 二 在这方面的话 就特别有趣 不过 可能性上升归上升 但是 确确的角色到底会是谁 我们依旧是 还不知道 因为官方 到现在 也就是3月12号的时候 都依旧没有任何的情报 或者相关的提示出来 不过 我后来 有回去 测试了一下 我们去年的提示 正式出来的时间 其实在3月12号 之前 是完全没有的 重点的时间点 是在13号的时候 官方的第一个提示 才正式的放出来 然后隔了一天 14号再放一个 15号又再放一个 这么个样子 总共放了3个提示 然后来到15号这一天 基本上我们已经是 可以确定到 角色到底会是出什么了 不过 就这样子的情况来看的话 今天等一下晚一点点 可能官方就会把那个提示给放出来 当然了 另外一个点就是 去年的提示 因为有3个 所以官方就比较早弄出来 然后 其实它是4个提示 总共 只不过来到了 第三个提示 基本已经解出来了 基本已经解出来了 然后在 今年来说的话 官方会是怎么个安排提示法 因为我们目前是不知道 有几个提示 假设只有打算出两个提示的话 那么可能14号 15号 才来放 也是可能 不过 不管怎么样子 因为卡机的时间 肯定是确定在3月18号 来开上来的 所以这方面来说是还OK 那么就期待一下 接着官方会带给我们 怎么个样子的东西吧 那么去年的话 在16号 就谜底揭开的那一天 也是有一个都看到了 那时候好像是 KOTO KOTO 出来介绍 不过今年假设 如果还有的话 那么就是看那个 我们吃上了 到时候就会有 情报能力 跟动画演出 一起放出来 所以最快的话 就是可能 稍微晚一点点的时间点 而且16号的情报能力 也很早就放出来了 差不多是10点 10点左右就放出来了 非常非常的早 那么另外的话 在15号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 14或15号 因为目前是不太确定 实际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因为VJAMP的那个 推出时间点 每一次都在变 就是这个VJAMP的东西 去年的话 在我们正式知道 卡机出什么的时候 就是15号的时候 我们猜到那个角色的时候 然后就 是15号还是16号 糟糕 有点小混乱 去年的东西 反正就是VJAMP 会比较晚一点 放出来 那时候就直接 把那个大奖 给贴在VJAMP上 因为318赛亚人 就是属于后半的活动 所以放在VJAMP上面 然后叫人家来玩 算是还蛮合适的时间点 OK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的流程 就看一下晚一点点的话 我们会不会获得 那么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重新再来看一下 这个RotoMap 那个Map 就是那个实陈表 接下来的话 可能就是 嗯 怎样 今年下来 我们后续 国际版跟日版 应该也是会一起 获得这方面的改修 尤其是那个 布罗利大特那一部 那张冒险关卡的卡 国际版也已经获得 它的Docan觉醒到L0了 那么接下来可能会 我们一起获得新的 那个冒险关卡 修改啊 冒险关卡的新章开幕这样子 然后接着那个黄金周 又再继续同步 推出可能新的那个冒险角色 然后这样就一路下去 的可能性还蛮大的啦 这方面就可以期待一下 那么再晚一点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318赛亚人之的情报 或的柴迷 今天会不会出来吧 OK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ia Matane Bye Bye